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过程刘亦菲全英文表演表情丰富 界限演技 十分可爱 另外 据导演透露 刘亦菲在第一次试镜时 因时差原因到美国后没睡觉就去试镜了 在经历两个小时试镜后 还做了九十分钟体能训练 尽管刘亦菲已经精疲力尽 但从未要求休息 可见 刘亦菲对出演《花木拉》这个角色非常渴望 正是刘亦菲这种切而不舍精神 在剧组中大家都非常爱她 因此剧组等了刘亦菲六个月才开始拍摄 刘亦菲演过很多影视作品 塑造了《小龙女》《王于嫣》《吴晴》《赵琳娜》等多个人物角色 刘亦菲并借演技与自身高颜值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深受大家喜欢 电影《花木兰》是由迪士尼影视公司出品 《尼基卡罗》指导 刘亦菲 《孔立》 《真子弹》领衔主演 原本定到于2020年3月27月在北美上映 但由于疫情原因 该片推迟上映 目前确定在7月24日上映 《花木兰》对刘亦菲来说 是起码向国际舞台展示自己最好的一次机会 能够在视镜中脱影而出 更加彰显了刘亦菲的演技才华 以及那让人无法拒绝的超高颜值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期待这部电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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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